今天来的人还挺多的嘛 听说这次参赛的选手很多呀 正好的机会肯定有很多人来参加 他准备这个花了好几宿都没睡 是时候有成果展现 黄晏南也是评委 怎么都没听他说过 好嘞 你又来了 不是说今儿有事吗 你怎么来了呀 你学明慧开完浪了吗 开完浪了 我顺度来看看 颜严丽 你今天会来吗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新锐设计大赛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作品设计师 廖一丁 他的作品名字 卡斯特罗 克隆人 本次设计以卡斯特罗 克隆人 这一先锋层体为敏感来源 通过将这一群体穿衣风格 与当下的流行相结合 时代先锋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在这个共享的时代 一加一不再等于二 同时也表达了 当下年轻人打破社会固有的重见 即表达自我的态度 一号选手最终得分 八点九分 恭喜他 让我们来看看二号设计师的作品 西然年轻但是有创意的阳星设计师 带来他的这套作品 时尚 优雅 大快 适合二十多岁的姑娘们 他的剪裁运用了简单的分割整体搭配 塑造了女性青春亮丽的倾向 整套设计大家可以看到 采用的是白色与青色的结合搭配 大块的白色布料配成金色的香边 与整体中透露着活泼与高贵 来 我们来看看他的得分是 恭喜他 他获得了九点六分的高分 太棒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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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群体上会叮珠患吗 这是她努力这么多天的成果 敬念吧 三四把最热烈的掌声 给我们的选手高扬 太美了 这是夜空中最闪亮的一颗星 想问一下高扬选手 您的参赛作品的设计灵感 到底是什么呢 谢谢 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一个萤火虫漫天飞舞的小溪谷 纪念一段难忘的瞬间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最紧张的时刻了 因为三位评委老师 正在紧张地投机你的分数 是不是很紧张 那好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们十四号选手高扬选手的参赛作品 到底她的得分结果是什么 请看 大屏幕 最终得分是 六分 这个坏男 不会恐怕死丑吧 标气呢 因为虽然这个分数可能不太理想 而且是我们参赛以来所有选手中得分最低的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机会的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你的作品 三位评委老师 为什么只给六分呢 我们想听听你们的评价 首先不否认这是个有想法的作品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是在画凡无解 你这个作品叫做万银飞舞 有点太过绚灵浮夸 而且只能在黑暗中展示特点 光线下去失去了灵魂 如果为了要记忆自己美好的回忆 而自我陶醉的话 那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在你发表你的作品之前 需要先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及潮流 这些都是你作品里面不具备的 甚至设计基础都不扎实 所以基于这几点 我们三个一致认为 给你六分这个分数 最后我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请问你那件衣服的材质是什么 我这样莫测下来 感觉有点有失专业 这个材质 我网上 你找我了 你找我了 你找到个人生育了 你赶紧别火呀 你 赶紧别火呀 你 赶紧别火呀 你有火呀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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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让一下 快点啊 快点啊 快点 快点 太强了 快点 这是什么东西 让开 让开 快点啊 你上我看 你上我看 你上我看啊 你上我看 你上我看怎么快啊 没事吧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谁上啊 你上 怎么样怎么样 剩下没有啊 你现在军险离里小正 你上烧子 别拍了 别拍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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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了 这让我开一下 这让我开一下 那到底是什么材质 八卦 二极怪 你简直是胡呢 你的创作想法我是认可的 但是你为了达到创作想法 忽略了安全性的做法 我真的很不喜欢 你没事吧 走 喂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谢谢大家 不要拍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们的现场 有点小小的意外 我们的现场 我们的现场 谢谢大家 您先上次我给大家 请 谢谢大家 请 谢谢大家 我们的现场 我们的现场 你没事吧 参赛作品取回来了吗 都成这样了 我先帮你保管一下吧 只不过是一条裙子而已 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没事 还有我跟小赛都看出来了 这次的设计特别别出心裁 只不过是在选择材料上 可能没那么合适 我们就当是一次教训 下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对啊 怀孀男的话也不用太在意 每一个人审美眼光不一样 我就觉得挺好的呀 对不对 浮夸绚丽有什么好的 这有些场合 就需要绚丽滑贵的呀 好啦 你们不用再安慰我了 今天的事情 我学会了一个道理 有些菜你喜欢吃 但你不一定做得出来 有些书你喜欢读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写得出来 有些歌你喜欢听 但并不代表你唱得出来 我虽然有买衣服的品味 但并不代表 我有设计的才华 高阳 你这边干什么呀你 干嘛呀你 高阳 失败的作品 就应该被彻底销毁啊 你不要这么悲观好不好 挫折难免 很多事情坚持坚持 一定会有结果的 如果努力的方向错了 那越努力 只会离城宫越远 不是吗 慢慢来 呀 哎呀 现在这衣服呀 真是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都有 你说怎么还没有动静 会不会黄世贤 还没有去找严厉啊 你啊 不要着急嘛 严厉吧 她就是一个冲动的人 往往有的时候 她可能知道这个事了 但是她不会那么快做出决定的 但是我听说 好多业内的人 说严厉这个人可是有点 有点什么 冷漠 无情 还是不尽人意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呀是不了解她 其实严厉吧 从小到大都是外冷 内热 她内心啊 其实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我就是担心 她会不会已经不是 你记忆中的那个严厉了 我也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不过 有些人 是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好 只要你有把握就好 对了 明天有一个做IT的想创业 约咱们见个面 我是想见一面也好 多了解一下国内的投资环境 明天 明天 明天我不行啊 我下午约了人 约了谁啊 约了黄业男 没完了是吧 这昨天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呀 你有没有规矩 叫叶总 再说了 腿长到我自己身上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报备吗 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平时跟我在一起多了 然后被我训练得连按理对了 这斗嘴指数蹭蹭上涨呀 对了 对了 高阳怎么样啊 有没有痛哭流涕 借酒消愁发泄一番啊 这要是发泄出来就好了 他昨天晚上回家什么也没说 就说早上起来收拾 收拾 收拾什么 好 真是自不量力 还以为人人都能当设计师 真是痴人说梦啊 让他拾他 你去哪里 帮他 sentence 他就 letting手 说梦 你 你 我 你们 您的咖啡 谢谢 不客气 真是没想到 你比照片上看上去更漂亮 谢谢 其实我没有看过您的照片 但是我刚刚在那边 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 您是严厉的小姨 为什么 气质吧 那当然 毕竟我是她小姨嘛 不过我倒觉得 你俩气质也挺像的 你看上去冷静 睿智 而且你俩都有一种 追求卓越的气质 今天你特地找我出来 是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有 我爸就是想让你 跟我说说最近连厉的一些情况 这种事你不是问我爸爸比较方便 有些事情 不方便问黄老师吗 所以问你比较好一点 丽如 丽如 我特别想知道 严厉最近和高阳怎么样 他俩分手了吗 应该是分手了 听说高阳他已经搬出之处了 那严厉呢 那严厉呢 他的情况怎么样 不是太好 我在想 他应该是想要用工作麻痹自己吧 所以他最近很忙 严厉从小就是这样 有什么事情 他总是自己躲着田上 都不会跟别人讲 我也是很担心的 燕南 这个时候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你能不能在这段时间 多关心他一下 照顾他一下 能让他度过这个敏感时期 如果你今天特地找我出来 是为了这件事的话 那请你放心 我跟严厉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我会尽我所门的 你能这样对他 我真的很欣慰 不过我倒觉得 如果你俩这种关系 就是一种有益的话 那还挺可惜的 什么意思 说实在的 我会尝试 我从小到大看着严厉长大 他什么性格我很清楚 也很凑巧 高杨也是我从小 看着他长大的 其实吧 他俩根本就不合适 虽然高杨是个阳光的女孩 但是 他从小是在父亲的 宠溺中长大 依赖性强 又有点小任性 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 自由自在 只活在当下的小公主 可是 是在严厉身边真正需要的 是一个和他齐头并进 事业上的灵魂伴侣 所以 在我看来 真正最适合严厉的人 是你 我也希望严厉 能够早一点知道 你才是真正最适合她的人 加油 你怎么来了 谁知道呀 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突然这么关心你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我是来跟你要幸福牧场的资料 谁允许你辞职 不把工作交解好的 我没有放到公司吗 我去那边找一下 你这只熊怎么还在这儿啊 还在这儿 你这天来过这儿吗 为什么会在床上 你要干什么 你起来 色狼 你这色狼 抓色狼 抓色狼了 谁色狼 你才色狼呢 没有 不可能 你到底找到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今天扔了一堆资料 可能是混在里面了吧 你把你那些服装资料 全给扔了呀 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 还占地方 你把你那些服装资料 打算彻底放弃了 只允许你评价别人 别人说你两句 你就受不了了 我 我评价谁了 在大学时代 我最大的理想 就是当一名顶级设计师 在大四那会儿 我在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 终于找到了一份 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虽然是做会展设计专员 但是我非常非常珍惜 那个工作机会 那个广告公司的名字叫 心眼广告设计 于心眼他们家的广告公司啊 来 高阳 你看这边还准备进 哇 你看 谢谢啊 好漂亮啊 是啊 这是纪念的 新款啊 看看 前面就是了 刘小姐好 这是我们公司 今年新设计的展览 你看看 感觉怎么样 这没什么特别的呀 就是各种元素堆积在一起 一点创意都没有 过目就忘了 这幅海报是谁设计的 是我们新招的一个设计员 叫小燕 不过她工作确实很认真 做这个海报 每天晚上看到半夜 昨天还差点晕倒 那就让她回家好好休息啊 一个连自己 都想到晕 想到吐的海报 那大家怎么会喜欢呢 快让她回去休息吧 这就更吓人了 这个用力也太猛了吧 这 一点美感都没有 而且你看 她有没有那种 头重脚轻的感觉啊 看到我头都晕了 新颜 我们去前面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吧 我看这些了 你们这搞的什么东西 害我在朋友面前出床 对不起 小姐 我回头再找人重新设计 这新来的不行 让她赶紧走人 是 再给我换个专业展 是 真是对不起啊 虽然说现在和你道歉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愧疚 如果我不跟你提起这件事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记得了 以前的我 根本想不到吴欣的一句话 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静下说大实话 我那个时候还太小了 不懂事 而且人生的精力也很少 所以 根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对于为了梦想而努力的心 也没有什么敬畏之感 你 之后去哪儿了呀 之后我就放弃了设计 去成名版货 应聘了 真是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对你的影响这么大 算了 都过去了 现在想想 也许之前放弃是前好事 现在我也发觉了自己在商业和管理上的潜能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好事坏事呢 我不知道 但是你在陈明百货的工作 真的非常出色 那你呢 还想当设计师吗 我觉得黄晏南对我的评价非常客观 萤火虫群的失误确实是我的问题 可能我没什么设计天赋吧 设计师的梦 终归是梦 我也该醒了 你那个海报设计是什么样的 我想看看 不能喝 广告设计呢 我一直保留在手机里 你想看吗 看就看 我看有多精彩啊 好 你要是想看的话呢 你就把这杯酒喝了 我就给你看 我喝不了酒 我喝不了酒 你不是说我喝完酒 你就给我吗 调皮 你看看 你看看 这 这是不是太用力过猛了 姐啊 你们能干所有的事都别太用力过猛了 不过 不过你真的不太适合干设计师啊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比他输得还狠 你给我 你给我 早知道就不给你看了 有本事你去试试呀 我试什么试呀 我又不想当设计师 对呀 反正你也没有这个品位 你看 天呀 不拍不知道 你干嘛呀你 你才真的吓一跳 你真的 就你有手机是不是 谁不会拍呀 什么呀 你看你 什么呀 你看看你呢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这 我 你太难看了 你这个脸上物质怎么没了呀 我就没有 但是我跟你说 前日上的头比后日上的还要好看 你试试啊 你看 你看 你这样一看 你看 真的 好像你这边真的是挺好看的 但你还是丑啊 好像你好看一样 你才丑呢 你自己看你自己 好不好 我看你手机 这边也挺好看的 好像你这边 你这开美颜的吧 你这么好看 好像你这边 你这边 苏总 你看我们现在这一系列的艺术改造 跟我们的营销策略 都是以着各个群体当中的 小众心理作为基础 那小众心理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要满足消费者 个性化的不同的购物需求 事实上所谓的小众心理 这个群体是非常非常狂大 而且据我调查 这个人数还在逐年的递增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 掌握这一个群体的话 那我相信 我们的营销策略 一定会成非常成功的 目前的市场啊 正面临着一个 全面的消费升级问题啊 是 朱总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这次和大品牌DKK 失职交臂 也正好给了我们陈明百货 一个可以探索 小众品牌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探索一些小众的品牌 事实上现在 整个行业就是同质化 太严重了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走出一条 我们自己的路 让我们自己的价值 跟别人产生不一样 那我相信 这也一定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朱总 您认为呢 你说得没错 很有道理啊 那朱总 我们这边请 我带您再过磨磨 啊 好 好 朱总 那我就送到这了 您慢走 咱们下次见 好 李总 跟朱总谈得还不错啊 何以见得 我看他一直点头 应该对我们的艺术改造 效果很满意 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提任何要求 他不感兴趣吗 至少是没有那么感兴趣吧 他跟严厉那边 应该已经达成了一个 基本的意向 今天来 也只不过是卖个面子 走个过场而已 以后的合作 应该是遥遥无期了 没关系 我们再换一家投资公司就是了 已经有其他的投资公司 找到你了吗 听说委来投资公司 新上任的蒋总经理 一直在找合适的投资项目 走 西安阳啊 你在这儿待了已经一个小时了 一直看着电话 我感觉电话压力很大 我担心我爸爸的事 总觉得也许下一秒 就有他的消息了 喂 哎呀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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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需要 你的 喂 谁啊 骗子电话 我觉得 你应该找点事做 你不是之前做的那个设计挺好的吗 你就应该继续做下去 我不想再做了 也许我也需要像叶明朗那样 重新挖掘一下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要不然你回陈明摆货找李明彻 我不会再回陈明摆货了 明明不喜欢人家李明彻 还要吊着人家接受人家的帮助这种事情 我做不来了 不需要 我会想要吊着人家的事 不需要你身体有什么好 我会想吊着人家的事 我会想吊着人家的帮助 我会想吊着人家的帮助 我本来是想吊着你 怎么几天没见 我看你人好像瘦了不少 工作比较忙 没什么胃口吧 既然吃不下饭 那就多喝碗汤吧 这道啊 听说是你小时候 最爱喝的红豆意米大骨汤 你来尝尝看 看这家做的好不好 你听谁说的 听你小姨说的 我们见过面了 她跟你说什么 也没有说什么 就闲聊嘛 聊到这道菜啊 她说这道菜本来是红豆排骨汤啊 是因为小时候你们家比较穷 没有钱买排骨 你妈妈就只好叫你小姨 去市场买一种 肉都已经剃掉的大骨头 再加上一些义米 帮你熬生这道汤 意外的你很喜欢耶 每次都会吃上好几碗 对了 你小姨说 想跟你在一起去 拜祭一下你的父母 上一次你母亲的忌日 你们是偶然重逢 当然了 事发突然 结果也是不欢而散 所以还没来得及 跟你父母好好地磕个头 她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如果你母亲在天有灵的话 我想她肯定不会愿意 看到你和爷子那路 心图末路的 是不是 去吧 陪着你小姨一起去 让你母亲在天之灵呢 也能够安心了 好啦 吃饭 好 不好意思 最近有空吧 方不方便见面聊聊 怎么了 没什么 好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们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 老师你放心 我明天会跟她一起去的 来 喝汤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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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了 你都这样坐一个小时了 你不累吗 手机都累了 你为什么一直看手机啊 你在等谁啊 没有啊 我等谁啊 我没等谁啊 那你怎么看起来 好像在等谁的回复一样 我等外卖呢 这 这还没到 这到哪儿了 我这显示二十分钟 怎么还没到呢 那太远了 这应该是我 我得看看 您的外卖 这 这现在 惨来这 这真是 后天中午 花园咖啡 严厉 外卖到了 最喜欢吃的啊 最喜欢吃的啊 快吃啊 快吃饭 去哪儿啊 倒水 去哪儿啊 吃吧 吃吧 你最喜欢那胸主炒一下 姐 姐夫 十八年了 我终于可以带严厉来见你们了 你们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你们放心吧 我和严厉一定会像你们希望的那样 相互关爱 相互帮助 终此一生风雨同舟的 这十八年 我每次来看他们的时候 都会跟他们说一下 你在国外的一些情况 是想要跟我打心情牌吗 严厉 你要知道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谁也不想发生当年的悲剧 这十八年 失去亲人的不是你一个人 承受失去亲人这种痛苦的人 也不是你一个人 你妈妈已经走了 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再改变过去 但是请你不要再制造新的悲剧了 行吗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 只有我们两个亲人了 难道你还希望 咱们俩老死不相往来吗 所以呢 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跟我说话 严厉 我是你小姨啊 你要知道我对你没有任何企图的 你是不是有一个投资公司 是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请黄老师来当顾问 没有想到 他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让我投资你们一能够 他跟我说过了 严厉 只要你愿意 我这边没有问题 投资资金 包括经营方式 都有你决定 我对你有信心 我不同意 为什么 现在哪一家企业想壮大发展 离得开资本的进入啊 我不明白你的顾虑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跟刚中达有任何的关系 我想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也只是在这家投资公司任职而已 钱又不是我私人的 跟高仲达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能投资意义能够 完全就是看中了这家企业 看中了你的经营能力啊 我已经跟巅峰资本谈过了 巅峰资本 那如果我给出比他更好的条件呢 不存在更好的条件 只有更合适的 我觉得巅峰资本比较适合 那好 只要你觉得适合就好了 什么 严厉不接受 那咱们煞费苦心做的这一切 不全都白费了吗 怎么会白费呢 你想想 既然连巅峰投资 都会选择严厉 只能说明 我外上严厉的的确确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你光觉得有价值没用 关键是怎么让严厉接受咱们 咱们要做什么能让严厉改主意 让严厉改主意 你想想 严厉为什么现在不接受啊 不就是因为 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让她并没有别的选择之后 她还会拒绝我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必须要破坏掉巅峰资本 投资亦能够的事 那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啊 人都说锦上天花常有 而雪中送炭 才是真正会被人铭记的 我呢 就要做那个 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 注资亦能够的人 青山 你 不能想吃 这很不适 bran 都自己毫émon吧 失去亲人的不是你一个人 承受失去亲人这种痛苦的人 也不是你一个人 就算当年不是意外 你又怎么能没责任 而且为什么要投资一能高 你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 你小姨是我妈妈最好的朋友 我妈妈过世以后 一直都是你小姨照顾我 这个是燕姨 这个是你对不对 是你呀 你快看看 我着急找到燕姨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为什么是在我爱上羔羊之后 才来告诉我这一切 好的好的再见叶总 谁呀 陈明百货 一个姓叶的副总 就是之前和燕丽竞争过DKK的那个陈明百货 对 他找你干吗 我之前跟他们放出过风 说想找一些好的投资项目 我知道你的心思是指头一能够 但是严厉那边始终不同意的话 我们也不能一直跟他耗着人 重点是 我听说这个陈明百货前一段时间 也接触过巅峰资本 也是在谈投资的事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陈明百货 他也在找投资啊 对 当然了 这个决定权肯定在你这儿 你要是不同意 那咱们是不会偷的 那是挺有点意思的 对 这里大概就是主通道的最好位置 而且从正门进来 想要通过艺术改造区的话 这是必经之路 所以我想把小众品牌的广告位置 都放在这儿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左上角那个位置 我想摆上我的logo 李总 我可事先跟你说好了 为什么不选中间这个地方 这也太乏味了吧 事先是需要一个黄金切割点的 李总 你这么精通画画 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吧 还是你不想把最好的位置给我啊 怎么会呢 最好的位置 当然要给最好的客户了 好 你怎么在这儿 好巧啊 对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刚好在谈点事儿 介绍一下吧 陈名百货的李总 妍姨 原来你就是陈名百货的李总 幸会 幸会 言嫣然 李明彻 对了 其实我也是严厉的小姨 严总的小姨 那您就是高杨提到的那位燕姨是吧 原来李总也认识高杨 是 高杨以前一直在陈名百货工作的 那真的是承蒙李总的照顾了 毕竟高杨年少未经事 一定不少添麻烦吧 您过千了 高杨非常优秀的 对了 今天啊真的是特别巧 你们公司的叶总 正好约了我们公司蒋总要会面 没想到我和李总竟然在这里 能够提前先见上了 伟来投资 嗯 跟伟来投资的蒋总谈得不错 他对我们陈名百货很感兴趣 我再约个时间 你们见一下吧 你知道伟来投资的总经理就是严厉的小姨 严严然吗 什么 我今天见到他了 那他来找我们谈什么合作啊 以前我听高杨跟我提起过 严厉和他小姨的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这里边 应该利用内情吧 什么内情的都是他们的家务事 我们不能陪他们浪费时间 如果他真的想投资我们陈名百货的话 对于我们来讲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他如果想投资的人是严厉呢 他只是想利用我们 教训一下他不听话的外甥而已 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不吃亏啊 毕竟我们真正的目标 是巅峰资本 你是说 我们和严严然的目标是一致的 如果能够通过打击一能够 让巅峰资本放起严厉 来转投我们陈名百货 那这一次我们和严严然的合作 就将会是一场双赢的合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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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眼里 说两天忙还特意原因出来 有什么事吗 刚刚建了我的房子住 你知道吗 她呢 现在状态很不好 你说之前一个多么开朗的一个姑娘 有事没事叨叨叨不停的人 现在整天待在家里 一动不动的 要么就是四处打听她爸爸的消息 要么就是整天抱着手机等电话 这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 几天下来瘦了一圈 我这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找您 那你告诉我这些 又能怎么样呢 我看得出来 您过得也并不好 你说你们两个彼此相爱 为什么要因为上一辈人的事情 来互相折磨彼此 为什么不能活在当下 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我能理解 您失去母亲的痛苦 但是我觉得 你不能理解 对不起 我不是想评论你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折磨自己 折磨高阳就能消除这份痛苦吗 你错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消除这个痛苦 是因为它可以让我永远记住 我母亲给了我两次生命 其实我知道高阳是我的 他没有错 我不狠的 但是 我没有办法跟一个 害死我母亲的凶手的女儿在一起 你内心的痛苦 我能理解 分手 或许能让你减轻痛苦 希望你能过得好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你不能过得好 谢谢 不客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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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一下啊 好 这两天在家一定憋坏了吧 出来走走是不是心惊好多了 还好啊 本来也没什么事情啊 我昨天给我那个黑客朋友打电话了 他说已经查出一些眉目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他说 戴叔叔架在电话号码中 有一个号码 只有我爸爸住的那段时间出现过 所以他现在正在追查那个号码 有进展就是好事 高阳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谢谢你 我今天碰见颜岩然了 燕姨 你怎么会碰见他呢 他来找我谈投资的事 如果你要跟他合作的话 你大可放心 不用顾虑那么多 他人很好 而且工作能力又强 我们再走走吧 走 你好 你会找我 你找我爸在哪里 他在哪里 我找到哪里 我把电话号号码 我今天要去英国 好 谢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呢 是《伟来投资》的 严总跟蒋总 大家欢迎一下 我们陈铭百货 跟《伟来投资》 已经形成了一个 简单的合作意向 那接下来这几天 二位会对我们公司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到时候如果 二位需要帮助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 给予支持 感谢李总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 通过双方的深入了解之后 能够最终促成合作 今天啊 你们的工作会啊 就正常开 我和蒋总呢 就是利息旁听 跟大家学习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啊 那我们开始吧 咱们门口的广告牌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一能够的电庆广告 二十四小时 不停循环地播放 每个来我们 成名百货的人都会知道 一能够的电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对我们的销售经济 会有不少的影响 小众商品倒还好 影响比较小 像我们部门的大众商品 简直就是巨大性的冲击 很多顾客 本来想要来买东西 看到这个活动宣传片 直接就选择观望了 导致我们部门这几天 销售同比 直接下降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 有什么好的对策 可以赶上这波行情 做一次促销活动 跟一能够 你来我往的打了这么久的战 他们的套路 其实我们互相都熟悉 我们是做不了 像他们一样做什么促销活动 但是我觉得 既然他们在咱们门口立了牌子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他们后院放马虎 你什么意思 我有个朋友 现在在亿能够做事情 行了 别说了 商业竞争各出其谋 但是不能没有底线 这种歪门邪道如果传出去 我们陈寗百费以后怎么立足 我不是认真的 我就是开个玩笑 现在正在开会 说正事 无聊的玩笑少开 激烦地 监副总 您的钥匙 看不出来这个严厉 还有点冷幽默 我看着倒是觉得挺好的 你不觉得吗 这么好的人才 如果不跟咱们合作 真是浪费了 你说他好好跟咱们合作多好 咱也用不着绕这么大圈子了 我倒觉得 绕圈子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的时候 绕了弯路反而更好超车呢 走吧 走吧 燕总 蒋总 你们二位还没走呢 刚才开会的时候 李总也忘了介绍了 不知道怎么称呼 我叫马佳佳 你们可以叫我小马 也可以叫我佳佳 小马 不知道 你知道我和严丽的关系吗 我也是刚刚听说 其实我刚刚开会没那个意思 我就 不必解释 没关系的 在商言商嘛 我也并不觉得你说得不对 反倒认为那个叶总吧 反应是有点过激了 也没有 叶总吧 他是个直脾气 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 对了 看你们俩年纪 相差应该不大 你进陈名百货多少年了 我刚毕业就进陈名百货了 其实算得上跟叶总是同年班 只不过工作能力没有人家强 所以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其实这句话也未必对 学务里的人都知道 金子本身是不会发光的 主要都是靠折射光线 因此无论是金子也好 钻石也好 是否发光 都得看所处的环境 我觉得你挺聪明 也挺有能力的 如果以后有什么想法和诉求 给我打电话吧 谢谢袁总 走了啊 袁总再见 蒋总再见 来啦 来了 喂 戴叔叔 我正想和你说呢 我查到我爸的地址了 我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准备飞鹦鹅 高阳 事发突然 我跟你爸爸已经回国了 什么 真的吗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啊 在友谊医院 你马上过来 怎么会在医院啊 你们是谁生病了吗 还是说我爸的高血压又犯了呀 要不要紧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先不要急 过来再说 好 师父 麻烦你了赶紧掉头 我们去友谊医院 您好 您好 请问高仲达在哪间病房 我是他女儿 好的 我帮您查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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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这是怎么了 爸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爸 戴叔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帮他怎么了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是他女儿 来 跟我来一下 病人刚刚转院过来的时候 就是昏迷不醒 我查过病历 是之前在因果做了开弩手术 这怎么可能呢 我爸他好好的 为什么要做开弩手术啊 病人的病情是 幼额叶脑膜瘤 病理显示 摘除脸庞脑膜瘤 但是这个术后 大出血就出现了三次 所以造成了现在的深度昏迷 你说的这些 我都听不懂 我爸他只是有点高血压而已 怎么变成这个瘤那个瘤 这怎么可能呢 你作为病人家属 对病人的情况 一点都不清楚吗 他不但是有脑膜瘤 而且还有高血压 抗尿病 所以确实这个手术 难度非常高 那 那我爸爸还能再醒过来吗 看他这个情况 估计很难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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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看看我呀 爸 爸 爸爸 爸爸 你快醒醒 你看看我呀 爸爸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爸爸 你真想让那个什么佳佳 到咱们公司来啊 怎么 不可以吗 我是觉得这姑娘 心胸有点狭隘 而且做事格局不大 这也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嘛 小人吧 就有小人的用处 何况 她在零售业的确干了很多年 也是有经验的 如果要破坏巅峰投资 对易能够的投资计划的话 必须得有这么一个 懂得零售业方面的 很有经验的人 咱不是 跟李明彻已经谈合作了吗 谈合作 并不等于是要合作 再说了 那个李明彻可是聪明人 她把咱们叫去开会 在会议上聊的都是什么呀 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且还故意给我们提到易能够 我看呀 这李明彻 估计谈合作也是 形式大于内容 估计她 应该也有别的想法吧 如果严厉那边 最终还是没走通 咱们要不要考虑 投资陈鸣百货 不考虑 要投资 就一定要投资最好的 在我这儿 没有退而求其次的 你好 对 是我 你是谁 哥们 有什么事吗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确定吗 好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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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再见 谁啊 皮特 什么事 好 高仲达回来了 高雅 你一天不吃不喝 喝点水 带叔叔 我爸爸为什么会忽然生病了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去这登机之前 我也是蒙在鼓里 直到昨天有一家 英国医疗中介 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你父亲病重 已经订好了反程的专机 你爸爸希望我 跟他一块儿回国 所以我就慌忙地上了飞机 没来得及跟你说 医疗中介 我爸爸不是去英国找投资的吗 至始至终 根本没有投资的项目 你爸爸来英国 你 就是为了看病 他知道手术风险极大 怕你担心 所以编造了 投资的谎言 就连我的老朋友 也欺骗了 难过我每次说要去找他 他都找借口不让我去 原来是这样啊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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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高仲达 怎么会回来了呢 这事事先我也不知道 高仲达在去英国之前 跟医疗中介签了一份协议 如果手术失败 或者出现其他什么意外 包括他连续三十天 失去主观意识 医疗中介必须送他回国 他说他生在这儿 他也要死在这儿 那个医院和中介 他为什么没有联系你呢 因为他签这份医疗协议的时候 指定的联系人不是我 是戴智国 就连他那个律师皮特 都是刚知道这事的 虽然英国的那医生 已经跟我说了 说高仲达醒来的几率 几乎是没有 但是万一呢 你 你不会是希望 高仲达能醒过来吧 你对他 还有感情 我对他能有什么感情 整整十八年 我陪伴他十八年的时间 换来的却是欺瞒和背叛 如果半年前 不是你告诉我这些事 我依然被蒙在鼓里 你还没有 就是你们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你还没 那是 我 你怎么 你 我 我们 公公嗒 我 你 我 新闻 红公属 涵 她已经拥有了你人生当中 最好的那些日子 但是她没珍惜你 所以我觉得 高仲达永远 不配拥有你 但是没关系 燕然 她不懂得珍惜你 我懂 燕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喜欢你 所以三天前 你让我过来帮你 我毫不犹豫地就过来了 高仲达背叛你 而我为了你 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为你转移高市的资产 我从来都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你 高仲达她三心二意 她对不起你 别说这些了 我们当务之急 应该先解决高仲达的问题吧 你想想 如果她要是真的醒了的话 那咱俩可就真的麻烦了 你放心 燕然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也会守住属于你的一切 高仲达 我在医院旁边的酒店 开了一间房 要不 你先休息一下 我没事 我想多陪陪我爸爸 您早点休息吧 不用管我了 自打进了医院 你就不吃不喝的 连眼睛也不闭下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从前都是我爸爸照顾我 现在终于轮到我照顾他了 你就让我静静小心吧 医生 我爸的情况怎么样了 后续的治疗方案能确定了吗 针对你父亲的病情 我们医院组织了多位专家教授 进行了联合会诊 说实话 目前国内外做这个脑膜瘤 切除手术的难度 本来就非常高 再加上你父亲 有糖尿病高血压 所以这个情况就更加棘手了 那我们再进行一次手术行不行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再进行一次手术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我们也跟英国的医院讨论过 他们和我们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那那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就算希望再渺茫 我们应该试一试啊 医生 我求你了 你再想想办法救救我爸爸吧 你先冷静一下啊 如果一定要试一试的话 那个国清医院 他们那里有一个老专家是洪主任 他是目前治疗脑科疾病的权威 我曾经看过他的学术报告 他对你父亲这种术后的昏迷 做过深刻的研究 如果能找到洪主任的话 也许还有点希望 国清医院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什么情况呀 打电话跟我说 你来医院找你爸爸 然后问你什么情况你也不说 后来打你电话你就关机了 你急不急死个人啊 你爸爸没事吧 怎么昏迷不行了 你爸爸不是在英国找资金吗 怎么会突然间住院了呢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爸爸 其实是去英国看病的 他把我担心 所以才骗我说去找头子 结果手术失败了 就一直昏迷到现在 这么严重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刚听说国清医院 有位洪主任 如果能请到他的话 我爸爸就还有希望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挂哪个科 内科 您的证件 下一位 医生您好 我要挂到内科洪主任的号 洪主任今天不出诊 他只有每周三每周日才出诊 那 那我就挂最快的 周三上午 我这儿挂不了 你要挂号 上我们官网去 上面有个挂号平台 自己去约去 可是我 下一位 来 你跟着我干嘛呀 我就是出来买冰水 不是让你在楼上看着高阳他爸吗 医生说做什么检查 让我出来等等 但是你这包也不难 你拿什么买呀 刷脸呀 你也不问我想喝什么 我都累了这么半天了 你就 这么自信 我才抠呀 我也没打算给你买呀 你怎么那么抠呀 这至少咱们还是有同事友谊的呀 你一大包你买呀 我跟你就从来没有过同事友谊 那有什么友谊呀 两杯咖啡 调皮 两杯咖啡也不 好 高总啊 你说你回来干嘛呀 你一个人死在国外 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你这给多少人添麻烦 给你那个宝贝女儿添了多少麻烦 你让他做一个快快乐乐 没头没脑的孩子 不是挺好吗 还有嫣然 要是没有你的话 嫣然他早就嫁给我了 高总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 有多可笑了 你再也不是嫣然眼中那个优秀 你现在是一个老旧的男人了 你甚至连呼吸都不能靠自己做到 你之所以现在还活着 都是靠这些塑料罐子 所以我劝你 最好还是别醒过来 高市地产已经不存在了 你不是一直很自信很骄傲吗 那你干嘛还要回到这个 你已经输了的世界里自取其辱呢 高总 我想帮帮你 如果我把这些管子拔了 你就解脱了 你不会再痛苦了 也会给别人少添很多麻烦 那 你不说话 就是你答应了 好 我要是科学家 我就研究一下如何让男人和增加一下女性荷尔蒙 你还是好好研究一下 为什么某些男人女性出尔蒙过上榜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跟你说你是荷红枪 我就吐了你 我什么形容 你是不是你看你是胡子 你怎么用每天到你 没有啊 大哥你谁要干嘛呢 蒋总 叶总 您怎么会在这儿 我昨天听说董事长回来了 开始我还不太相信 后来我一打听董事长真回来了 就在这家医院 我就过来看看 对了我差点忘了 您原来是高市地产的副总 是 我跟了董事长这么多年 突然看见他这个样子 我有点接受不了 对不起 我有点失态了 没有没有 难得您对高董事长情深意重 你别太难过了 高洋去国家医院找专家去了 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 一定的 董事长他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这次一定会站起来的 对了 高洋很快就回来了 您坐在这儿等会儿他吧 不了 我能看见董事长一眼 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我公司那边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那好 等高洋回来 我告诉他您来过 嗯 高总 我就先走了 我们都等着你醒过来 那就谢谢你们 帮我照顾董事长了 告辞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 能让李总今天心情这么好 把我叫出来喝咖啡 就是看着今天天气不错 才把严总约出来 在百忙之中 享受一下这下午的阳光啊 其实我回国这段时间吧 对零售业的公司 行行业也都做了一些了解 我发现他们从上面的老总 到下面的员工 每天都是忙忙叨叨的 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总这样子 能够停下脚步 去感受一下生活 体会一下时光 真的很少见 是 我们公司 确实和那些新兴的企业 不太一样 可能在管理上比较完善吧 所以我的个人时间 相对也就充足一些 严总平时 对历史感兴趣吗 还行吧 怎么了 难道历史跟咱们零售业 有什么关系吗 是啊 以史为鉴 方之星涕嘛 难道 李总是要考虑星涕 销售业发展到今天 无论是那些老牌百货 还是新兴的电商 都被裹挟在这巨大的变革当中 如果你一直按照老想法 老态度去做事的话 那我想 你很难做到最后吧 难道 李总已经有了创新的想法了 我认为老的零售方式 终将会被取代 那新兴的电商呢 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 只有线上线下统一发展 才是最终的结果吧 非常有见解 我一直对李总都非常地欣赏 看样子真的没看错人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喂 燕姨 我爸爸她回国了 你知道吗 是吗 我不是很清楚 她也没联系我 她肯定不会联系你 我爸爸说去英国找投资 是骗我们的 她其实 失去英国治病了 结果手术失败了 一直到现在 都昏迷不醒 怎么会这样 我完全不知情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请你帮个忙 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可不可以来友谊医院一趟 来看看我爸爸 我想 如果他能听到你的声音 也许就能从昏迷中醒来 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 一起去唤醒我爸爸 行 我一定抽时间过去 不过 现在我这边正好有点事情 先不说了啊 挂了 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是有意投听 但是我刚才好像是听到 高阳的父亲有什么事情 是吧 需要帮什么忙吗 不需要 我也很久没有跟他爸爸联系了 所以不是很知情 爸 你知道你不在的日子 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自己学会生活 自己找到工作 现在刚工作的时候啊 以为是为别人好 结果客户却闹到公司来 当时我还不能够理解 还跟他理论 差点被开除了 可是后来啊 我才慢慢地懂得 我 这挣钱啊 是多么地辛苦 我并没有思考别人生活的压力 就擅自给意见 我以前真的是在你的保护下 生活得太无忧无虑了 所以你要快点醒来 才能看到我的成长啊 不好意思啊 偷听到你跟你爸爸谈心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想多跟我爸爸聊聊天 他如果听到了 没准就醒过来了 保持你这样的心态就对了 遇到困难啊 就是应该有这样积极相上的心态 嗯 对了 医生有没有说后续治疗怎么样啊 需不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 医生说 国庆医院有一个红主人 是这方面的专家 可问题是 专家的好都太难挂了 晚上都排到三个月后了 不过我听说医院好像每天 都会有少量当天的好 所以我想凌晨去排队 碰碰运气 那我跟你一起吧 不用了 谁去都是要排队的 你忙你的吧 我能照顾好我爸爸 是不是在为高仲达的事儿 我心烦啊 高仰给我打电话了 他让我去看看他父亲 希望我 跟他一起去唤醒高仲达 我也听说高仰在四处找名医呢 还找了一个国庆医院的专家 你说高仲达 会不会真的醒过来 你不是说 因果诊断醒不过来了吗 那么可能性应该不大 不过说真的 这个高仰还真是长大了 既然他已经长大了 那我就再替他父亲锻炼一下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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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要 这两个人 而且还不 Ree 那 Raon 那不就要 是吗 那不就要 你刚刚就再去 这都还不在 他帮我去 你这不是 你这怎么会 是吗 你这不是 我马上就到了 你不是在我后边干吗 你这鹽 这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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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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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站起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没事 没事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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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过去 你先过去 过去 过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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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啊 别急啊 大家都别急啊 都会让我对啊 哦 护士 你好 我要挂洪主任的号 洪主任今天没有号 下一位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从昨天晚上就来了 怎么可能没号了呢 洪主任的号 只能在网上约 当然没有 这不对啊 可是我昨天明明听到有人说 今天可能会有号啊 可能的意思是说 万一有人退号什么的 但那是极小的概率 那您可不可以帮我查查 看看有没有人退号 没有 您只能在网上查 这可不行啊 这网上都要三个月以后了 我爸爸还在昏迷 我求求您帮帮忙协调一下 行吗 这个我真帮不了你 我们院有规定 必须按要求掛号 不是 婚 护士 哎 护士 高小姐 小陈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帮我妈取药的 阿姨她没事吧 好点了吗 我妈没事 老毛病 倒是 我刚才听到你说话了 你爸不是在英国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还昏迷不醒啊 这个事 说来话长 最近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听说你很忙啊 是不是融资的事情有眉目了 没有 融资的事情我还在谈 对了 对了 爸 那国庆医院的洪主任 你认识吗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哪儿不舒服了吗 我没有没有 不是我 你放心 我没事 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 刚做完手术一直呼密不醒 我想请这个洪主任 帮他看一看 他们脑课的那个洪主任 我们吃过几次饭 算是有交情 太好了 那你帮我联系联系他呗 听这口气 好像不是一般的朋友啊 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回头再跟你解释吧 你先帮我找找这个人 你小子 女朋友也谈过几个了 从来没看过你这么紧张 这倒让我有点好奇了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女孩啊 你先帮了我这个忙 你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姑娘了 行 我尽量联系吧 也就是试试看 那拜托你了吧 别理解释 你 幸好 你 写 你 如 ni 他爸爸现在正在有医院 昏迷不醒他 安静 走啊 这个下边不一样 安静上 拿上 好 来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回去吧 好 坐下去啊 这不是蒋总吗 来 蒋总 好久不见呐 最近在哪发财啊 发什么财啊 来 这就是你爹的新项目 什么新项目啊 这就是一转高十八手的外围工程 没什么有事 蒋总 你也知道 现在房地产行业不好干 就这破伙 还是我拖人拖关系才拿到手的 前两个月啊 都没活干 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 再等等吧 没准明年有好项目 还要等明年 我这手底下百八十号弟兄 就剩十几个人了 人都养不活呀 哎 蒋总 今天你过来找我 是不是有啥好项目啊 我以后有新项目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我今天就是路过 过来看看你 咱们以前一起干了多少项目 是啊 哎 高市地产的最后一个项目 是不是你包的 是我 没想到这么大一家公司 说倒就倒了 高总回来了 这你知道吗 回来了 他不是欠钱跑路了吗 是 我就是说 他欠你的工程款 给你结了吗 结了 结清了吗 要是没结清的话 趁着高总现在还在 赶紧去找他清算心 那个 结 结清了吗 自己的账心里要有个数额 你不能像他们家那大小姐似的 花钱大手大脚 办事稀里不停 反正这高总啊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他要欠你的账 欠你的工程款 你都得找他那个女儿去给你结 谁知道了 他这个女儿 能不能给你算清楚 我说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了 明白 咱们俩今天的话就哪儿说哪儿的 那我先走了 好 保重啊 好 慢走 好 好 吃饭了吗 没胃口 怎么了 挂号不顺利啊 排了一晚上的队 还是没有好可排 在音乐折腾了大半天 都没能见到红主任 以前我爸爸照顾我的时候 我想去的地方 他都会带我去 我想买的东西 他都会卖给我 可是现在 爸爸就这样躺在我的面前 我想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 都做不到 我真的很没用 高雄 不用这么自责 你已经很尽心了 你爸爸醒来知道你这样 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这样 你先别想那么多 收拾收拾 我带你去吃个饭 我不去了 我想在这里好好陪陪我爸爸 不去你会后悔的 我只后悔 没能把我爸爸照顾好 那你就更要跟我一起去了 还有 你把输出的病历也一起拿上 什么意思啊 他们马上就到了 爸 来来来 坐坐坐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全子李明彻 洪主任您好 这位应该可能是你女朋友吧 我也是第一次见 现在呢 年轻人谈恋爱 早就不流行见家长了 是 结婚如果能通知你一声啊 就不错喽 洪叔叔见笑了 我爸呀 平时就喜欢拿我开玩笑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高杨 伯父们好 这位 是国庆医院著名的脑科专家 洪主任 论辈分 你们叫洪叔叔 您好 洪主 洪叔叔 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找您 哦 高小姐找我有事吗 听说国庆医院 是国内最好的脑砖科医院 而洪主任更是医术精湛 不瞒您说 我爸前段时间做了脑膜瘤手术 一直昏迷不行 所以我特别想请您帮忙 但是我去你们医院排队 一直都没有挂上您的号 啊 洪主任呢 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研究工作 听说那个最近正在写一部 关于脑部的医疗论文是吧 所以做门诊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这个大作一旦成功啊 又得造福好多人呐 那倒不敢当啊 目前国内医疗资源紧张 脑部疾病治疗水平提升缓慢 我们这些人呐也是自顾不暇 好在现在是下班时间 又是私人聚会 我们就占用你一点宝贵的私人时间 你啊 就全当帮帮朋友出出主意 是啊 洪叔叔 这段时间高杨为了他爸爸的事情 也确实是很着急 正好今天您在这儿 要不然 您帮着看看 那 病例带来没有 带来了 来 来 您看 病人是在英国做的手术啊 是的 我爸爸的情况比较复杂 有医医院的医生已经和我说过了 恢复的几率很小 但是即使再小我也不能放弃 所以我想请您帮帮忙 其实只有一线希望 我也会拼命地去救我爸爸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没有亲眼看见病人 我也不好妄言啊 哦 对了 后天我正好去友谊医院会诊 顺便看看你爸爸 太好了 谢谢洪叔叔 也谢谢李伯父 我这几天 因为我爸爸的事情不知所措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又有希望了 好 我们共同举杯 感谢洪主任的帮忙 也祝高杨的父亲 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 来来来 谢谢啊 谢谢洪叔叔 谢谢洪叔叔 快吃吧 来 谢谢 走 走 哎 杜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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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氏集团 已经把咱工钱给咱集了 他为啥还来找他高仲大要钱呢 笨蛋 你怎么不明白啊 高仲大在这昏迷 就他一个姑娘在这照他 他姑娘就是草包千金 公司的事情什么都不懂 很容易糊涂 这高氏集团已经破产 他哪有钱给咱啊 你要笨死啊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一个小姑娘 我们把他吓不住了 百八十万没有 十万八万 还不轻松到手啊 十万八万呢 白给咱 那还废什么话 快走 走走走走走走 你得凶点 凶点啊 高正达 你以为你躺在这就算完了 我们农民工的工资 是不能拖欠的 赶紧给我们结款 我们那可都是缺憾钱的 对啊 对啊 大家都冷静一下 我爸爸现在昏迷不醒 希望你们可以体谅 如果他真的拖欠了你们工钱 我代表高家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会全额赔付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你爸爸跑了那么久 要不是因为生病了 根本就不会回来 要给钱就现在给 否则你们父女俩哪天再跑了 我上哪儿找你们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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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没有跑路 给钱 他是真的生病了 他是真的生病了 而且今后 我们父女俩也不会跑 谁信呢 反正你们有钱看病 就有钱还钱 你要是不还钱 我们就进去拔馆子 拔 你们不要互来 拔馆子 你们不要互来 住手 你们都住手 别在这里闹了 好 你是干什么的 你要替他还钱吗 是啊 是 换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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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还钱吗 换钱吗 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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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 换钱吗 你要去换钱吗 换钱 换钱吗 换钱 这些多久 换钱 你还好吗 要钱的 跟我下楼 想应中就美 今天这钱你给定了 快糟了 快糟了 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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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赶钱 小子 你不是说替他还钱吗 一共多少钱 去了零头 一百万 合同都在这里 别急 我还需要你们的营业执照 同意执照 税务登记证 劳务合同 工程合同 送货单 收货单 物料明细 付款明细 结算证明 工程验收许可证 交房验收许可证 还有 综合执法合格证 你们都有吗 你谁啊 凭什么要这证那证的 我叫严厉 我是易能够的总裁 我们易能够 有完整的财务还有法务 只要你们全部可以对得清楚 你就可以找我们的财务来领钱 但是你们对不清楚 我们的法务会等着你 那我先回去找找 等等 还有什么事 没完了是吗 欠款这件事情 很容易解决 但是刚才的问题 是谁来负责 刚才 刚才什么问题 刚才我全程都录下来了 是谁说要进屋子 把管子拔掉的 这是故意杀人罪 杀人罪 杀人罪 就算只是说说而已 这也是威胁恐吓族 我们就进去把管子 另外 这里是医院 也算是公共场所 在这里闹事的话 至少要拘留十五天吧 大哥 我们没有那意思 谁敢进屋把管子 你说的把管子 你说的 你说的 不是不是不是 那就是你 你看就是你 大眼睛 那就是你 没有没有 你呢 不是不是不是 是他 别跑 不是不是不是 就他 快跑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 你怎么会来 我来只是想跟高仲达 心口对质 问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 痛快跑 快跑 快跑 洪叔叔 我爸爸他到底怎么样了 恐怕我也无脑为力了 洪叔叔 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 要求求您 就算希望再渺茫 我们也要试一试 我们再做一次手术好不好 你爸爸现在状况十分不好 不适合再做手术了 洪叔叔 你先起来 洪叔叔 你先起来 洪叔叔 你一定要救我爸爸 我们医生是治病的 不是治命的 你要有思想准备 洪叔叔 谢谢你今天能来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爸爸对我说过 只要不放弃 你会有希望 我相信他 你送洪叔叔回去吧 你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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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回来啊 是啊 这让她回来歇歇她都不肯 蹭目不离地找我她爸爸呢 我刚才听她在电话里说 让你帮她找什么东西 对 灵黛 灵黛 她给她爸爸的生日礼物 你别干坐着 帮我找找呀 我帮你找 我帮你找 谢谢你啊 医生 来 谢谢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相信你的孝心能够感动上天 所以我想了想 实在不行 咱们找中医看看 或者找个大师看看 好了 你就别再添乱了 谢谢你们啊 你们早点回去吧 我想给我爸不过个生日 那好 你有事的话 给我们打电话 爸 这一个 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你都不知道 当时为了挑选生日礼物 我真的是花了好长的时间 因为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送你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没有 没问题 后来呢 我就知道了赚钱都不容易 我就开始不再乱花钱了 我在陈明百货工作期间 保公司做了好多事情了 我主导了一个项目 叫做幸福牧场 所有买了衣服的人 都可以把衣服拿到幸福牧场 去进行改造 改造的设计 全部都是由我来做的 怎么样 我的创意还不错吧 因为这样 我就去学了设计 所有的人 都觉得我很有设计的天赋 我对服装设计也很喜欢 虽然最后 设计大赛失败了 虽然最后 设计大赛失败了 但是我记得 您对我说过 做任何事情 都要懂得坚持 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所以呢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自己的想法 努力做到最好 这个呢 就是我亲手为您设计的领带 这上面有很多只小羊 是不是很可爱啊 这些小羊呢 都代表着我 我会永远地配在您身边 爸 你知道我为什么 会选领带作为礼物送给您吗 因为我希望 他可以领你回来 带你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爸 医生 医生 我刚刚有看到我爸爸的手指在动 眼睛也在动 他是不是快要醒了 是不是说明他在有好转 是不是有奇迹要发生了 你爸爸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怎么可能呢 病人因为糖尿病加上高血压 引起了一系列的并发症 现在已经是多器官衰竭 随时都有可能停止呼吸啊 可我刚刚明明看到他的手在动 眼睛也在抖 怎么就时间不多了呢 都到这个时候了 就别浪费时间了 有什么话赶紧跟他说吧 也许他还听得见 好 爸 爸 爸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爸 你还没有看到我的成长 爸 爸 爸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 爸 爸 娘娘 别 别难过 爸 以前都是我不好 都没有为你分担过死毫 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可以子里更生了 我也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爸 我还想帮你登山再起 你 你好起来 爸 我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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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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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 你就让你爸 安心的走吧 爸 你 你先过去等我 给我站个点 等我晚些过去 再找你聊聊天 阿姨 我愛你